你也不想要 我哥從小就做噩夢 半夜經常驚醒 所以你們最好 還是分房睡 而且我哥 已經喝了中藥 現在應該也休息了 情愫 你最好實相一點 不要去打擾我哥 博爾 再怎麼說我也是你嫂子 說話別太過分了 好啊 那我這個小姑子 就祝嫂子早日懷孕了 博爾 別鬧了 再鬧上去我收拾你 這麼晚了嗎 趕緊回來睡 對不起江村 要不是為了留下 這個等之不易的孩子 我不會阻止傷害你的事情 對不起 不二的脾氣你是知道的 以後啊少跟他吵吵 鬧大了 那家裡人的面子都過不去 江村 你打算跟我一直這樣下去嗎 你半夜做噩夢 那病早都好了 你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 你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 安安阿姨 給的藥再多有什麼用啊 就不說博爾了 馬傑他們背後怎麼說我的 你知道嗎 你到底 你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今天晚上你睡在這兒嗎 那你呢 一小時以後去書房睡 明天早上回來 他們應該不會發現 不行 你今天一定要跟我一個交代 交代 什麼交代 我不管你為什麼娶我 但你既然娶了我 你就要對我負責 我想要個孩子 我有了孩子我才能安心 孩子 沒錯 兩年了 江江傻傻傻傻傻都盯著我的肚子 你知道嗎 他們背後什麼樣的話 都說得出來 所以我要有個自己的孩子 這樣他們才會閉嘴 我在江家才能立足 有沒有孩子 你都是江太太 江太太 江太太 江太太隨時都可以換 可你親身的兒子不行 明白了 我會盡量地給你回家 但是我想說過 我們又要生孩子錢吧 你早就睡覺醒了 你拿好 好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小姐 这个不能擅自拆包装的 必须购买之后才能阅读 那我就要这个了 一共四十八块钱 给 找个东西 谢谢 谢谢 可以让我 这个像 年轻企业家 您对婚姻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认为婚姻使我更加坚定 期待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甚至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 连孩子总不跟老婆生 还希望没满家庭 生孩子不跟老婆生 那能为谁生的 那我姐怎么办呀 喂 哪位啊 什么 面试 好好好 我明天准时到 大家好 我叫霍芝 没什么都能说 这次发现的我们很有自信 希望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müyak 你真是你的 安心的 我以后也没有想到 他就要来 不怕别人 你现在又要去 像你现在 这么爱钻研幼儿教育的老师 确实不多了 我有个问题 需要你如实回答我 像你这么优秀的幼儿教师 为什么会辞职 我 是想换一个 更好的工作环境 对 我看了你的履历 可惜啊 你只有至高的学历 没事 这样吧 胡老师 你回去等我们的通知 我是被拒绝了吗 谢谢啊 不客气 霍老师 张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啊 真是你啊 你也来面试 你也是来面试的 网络上不好的传闻 影响了幼儿园的效益 王园长想尽办法维持运转 我想来想去 打算换个工作 是因为我吧 不说这些了 对了 你没说之前 幼儿园总是孩子的事情吧 霍老师 你千万不能说 不说是对的 要不然找工作 会很麻烦的 要不然找工作 听您这么一说 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很愿意吧 那我先进去吧 再见 那我先进去吧 那我先进去吧 再见 广梅 像你这么优秀的幼儿老师 为什么会辞职 我看了你的履历 可惜啊 你只有志高的学历 你没说之前 幼儿园总是孩子的事情吧 不说是对的 要不然找工作会很麻烦的 我告诉你 这里是我在帝国上 放着那个无德老师 就是他把我们家童童 扔到大马路上不管了 对呀 还在看 不想看 你还在想看 你还在想看 可以 你说过之 您是园长啊 什么 火杯落起来 真的吗 我哈哈 砸起来 太好了 谢谢你了 园长 行 我明天就去 耶 好了 喂 姐 我被弄起了 我没听给你上班了 那就好 我正为你担心呢 小植 你没跟那个单位说 之前被辞退的原因的 我没说 那就好 我就放心了 我没说不代表撒谎对不对 只是没说而已 可惠同情啊 小雅 跟你说我多少遍了 我不知道霍芝在哪儿 可小植除了你 就没有别的朋友啊 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连福利院我都去了 可冯院长也不肯 告诉我小植在哪儿 小雅 我知道我妈这次太过分了 可小植这么躲着我 也不是办法 总得给我个机会 让我解释清楚啊 你太抬拒我了 你们家霍芝交友满天下 谁知道这会儿 在哪儿享福呢 说不定找到更好的 早把你忘倒后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小植跟你说了什么 不可能 我妈说她亲眼看到 小植跟别的男人 进的酒店 这怎么可能 我不相信 你告诉我是不是这样 干嘛呀 弄疼我了 干嘛呢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小雅 我求求你告诉我 小植是不是真的变心了 我不知道 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有别的男人 我刚刚说的都是气话 反正我认识她这么久 她心里只有你一个 我就知道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小雅 我一定要找到霍芝 当面问清楚 然后 然后我再去跟我妈解释清楚 陈敏说你那个脑回路 到底是怎么长的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了 你觉得跟霍芝还有可能吗 霍芝跟你在一起三年 就被你那个妈 欺负了三年 可你呢 是 你是表面上护着霍芝 可哪一次到最后 不都是你死求活求的 都是霍芝让你那个妈 这也就是霍芝 要是我 早跟你分手 一百个来回了 你还找个干什么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不能这么 不明不白地分手啊 我一定要找到霍芝 当面问清楚 你想干什么 别让我说中了 你嘴上说不相信 霍芝会劈腿 其实你心里 还是信你妈的 是不是 要不然你找霍芝 出来干什么 陈敏生啊陈敏生 霍芝没嫁给你就对了 哎呀 萧雅 放开 放开 陈敏生 看在我们相识一场 我好心告诉你 现在的霍芝 已经不是你和我 认识那个霍芝 就算你找到她 也是浪费时间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不管怎么说 我一定要找到她 博儿 哎 马杰 这是什么呀 哎 我看 这是优素的 哎呦 这是英素的 哎 你别乱动 这是我们姜家 齐英素 不会想穿这个 供应我胳膊 树无悔之物 马杰 太太 我有两个衣服找不见了 你看看 太太 工作 嗯 今天有空吗 带你去个地方 好啊 特朗 去哪儿啊 带我一起呗 先别闹 走吧 今天还只能你送我去 我话说 好啊 嗯 你看看吧 这 江村 你什么意思呀 我那天确实说话有点重了 可你也不至于让我离婚吧 先看看 我不看 不管你什么条件 我都不会离婚的 其实那天你跟我说的 我想了一下 你说的有道理 你今天一定要跟我一个交代 交代 什么交代 我不管你为什么娶我 但你既然娶了我 你就要对我负责 你想要留在我们江家 想要给我生个孩子 不就是想要一个安全感吗 对吧 仔细地看一看 这是我转让的 我名下的百分之一的决定 我不看 不管你看什么样的条件 我都不离婚 不行的话 咱就找爸爸秘里 看他答不答应 太楸了 我也想配 你看 我可不一看 简直非你所思 你要怎样 你不是没有安全上 我这么做 就是在给你安全上 我要的不是这个 你要的我改不了 明白吗 我过两天去上海出差 我希望你冷静一下 你签了吗 要去上海 在你那个前面 有贵子吗 我工作的事情 你可以不问吗 为什么我的老婆 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我不能问呢 姜村 你既然跟我结了婚 从不愿意生孩子 那你为什么娶我 原来为你自己的 你说你 转让百分之一的股份 给秦英素 老爷子知道 你怎么跟他解释 看在咱们是老同学的份上 我劝你一句 你要是后悔 跟秦英素结婚 那就跟他离了 如果你不想跟他离婚 那你就跟他生个孩子 废不了你多少事 如果一对父母 互相不爱彼此 那受伤的只能是孩子 我已经牺牺牲了 我能爱情和婚姻 我不能再牺牲一个孩子了 我不能再牺牲一个孩子了 没事吧 难道这一切对你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吗 你怎么办 我лу到家里 gör了 我一天都知道我们俩 挺好的 孩子们都特别喜欢我 我先给你倒杯水 这是你买的书吗 是啊 我就是觉得好奇 想知道这个江村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人 姐 你怎么了 是生病了吗 还是哪儿不舒服 是不是江村又欺负你了 他就是那种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没有 他对我挺好的 你就别瞒我了 他连那种话都说得出口 他说什么 他说 他那天在医院 说我该减肥了 他这人就这样 不会说话 但是他人还是挺好的 只是不会表达自己的 反正 过日子的是你 你觉得他好就行了 对了 今天园长跟我说 我可以搬到员工宿舍去住 怎么 你要搬走吗 你觉得这儿不好 没有 这儿挺好的 只是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 特别是知道了江家是什么人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你有个脱油瓶的妹妹 再让她瞧不起你 怎么会呢 小智 你误会了 谁敢说你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我不能总这么依靠你 以前是没办法 现在我有工作了 我想靠自己去生活 那我 你放心 我认了你这个姐姐 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姐姐 不管我搬去哪儿住 我们都可以经常见面的 那好吧 只要别让你姐姐找不到你 你不要再来了 都说了我不知道小智在哪儿 你再来多少次也没有用 你再来多少次 是陈领生吗 是我 你谁啊 你想找到霍芝吗 他就在春天国际幼儿园 你怎么会知道 你在哪儿 陈领生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说 陈领生 是他 你是 我是他未婚夫 我们俩之前闹了点小别语 园长 您带我去见他吧 他刚刚有事请假走了 才走了不久 这么巧 园长 了 不 也只要我们去找人 不认为你 会让他找的 我 你怎么办 我 我 好 好 好 就这样 我走了 哥 你干嘛呀 工作很快就给你打钱了 你不要整天在外面 纸醉金迷 你干脆把你那个书 挖关了得了 哥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你跟爸挣那么多钱干嘛呀 要不是有我这个 白家子儿在 你们得多没成就感呀 你真不要脸 我是你亲妹妹 我现在花了你多少钱 那个秦英素 她快把百货公司 搬在家来 你怎么不说呀 你怎么不说呀 别整天拿你嫂子说事了 人家有你花得多吗 人家那是小打小闹 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要给我一笔一笔 算账了是吗 我不跟你废话 我明天去上海了 我不在的时候 给我老老实实的 我问你再要钱 我一分钱都不得了 你到底还是不是我哥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你到底是不是我妹妹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问爸 我恨死你了 姜村你是个笨蛋吗 你看不出来秦英素 她就是个浪女吗 早有天才把你榨干了 哎呀 哎呀气死我了 我还整不了 这些秦英素了 好 喂 真的 那你快发给我呀 好 我赶紧没完 我有一个日记得朋友 这两个月等在酒店拍明星 没想到拍到这个 女的是你嫂子 那男的 好想不是你哥呀 我靠 你别问了 我给你办登机牌 拖训行李 你把那个身份证给我 好嘞 等我一会儿啊 喂 你嫂子 你别问了 你赶紧过来 知道 你是不是 你不是 我说你 你不是 我 你不是 我 你不是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到底怎么了 你脸色真的很不好啊 我真的没事 是不是江村又欺负你了 这是我跟江村的事 跟你没关系 说你 你肠胃也不是很好 能不要喝酒就不要喝酒 黄家文 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 我们不能再错下去了 我也不想对你好 但是这么多年我习惯了 我改不了了 你说如果当年没有江村 咱们俩是不是可能 不可能 就算没有江村的话 我俩也不可能 我知道是我没用 我没本质 我除了比他爱你 什么也比不过他情人吧 其实呢 我也不图别的 我觉得三晚情在地 特别的好 我不愿意 黄家文 咱今天就把话说清楚吧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是个意外 意外你明白吗 是不能发生 也不该发生的事 如果你这辈子 还想见到我的话 就把这件事情 问得一干二净 跟谁也不要说 你知道吗 那天晚上是我喝多了 是我的错吗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行了吧 我想过了 等这支广告拍完以后 我就会跟公司解约 没必要的话 咱们俩不要再见面 丁苏 你干吗 江 江村 你不是在上海吗 伙儿跟我说 你出事了 来看看你 尽一下老公的义务 现在看来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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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呀你 我哥前脚去上海 你后脚就被别人开发了 你就这么急不可难了 我们江家哪儿对你不好 你非要给我哥 戴这么大一顶绿帽子 家庄 你听我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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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这个家里只要有我在 你就别要占一点便宜 我看你这次怎么办 没事吧 哥 你别生气 为了这种女人不值得 行 俗她处心几率 嫁给你就是为了钱 我早说过你非不信 现在怎么样 她早就跟那个黄家闻 搞在一起了 但我们江家都是傻子嘛 这次你必须得跟她离婚 我咽不下这口恶气 你早就知道 他们两个在这儿了 没有 我就是路过 你跟踪秦英苏 对 怎么样 我就是跟踪她 我敢做敢当 我不像她 再加装嫌气凉 我出门就给你戴绿帽子 好 我告诉你 江总 你也来找秦苏姐啊 她在楼上吧 你谁呀 你也找秦英苏啊 我是这只广告副导演 小姓赵 什么广告 你们今天在这儿拍广告吗 对 外边现场已经布置好了 导演让我过来看 看英苏姐 什么时候能过去化妆 谢谢 江总那我上去看英苏姐了 好 哥 你干嘛去 回头再给你算账 好 怎么做 你呢 好了 那双戒 你不是 你看這人呢 別接 怎麼了 為什麼不接 我不能讓任何人看到我這樣 特別是江村 林索 你告訴我你到底怎麼了 懷孕了 你懷孕 這孩子 我跟江村結婚一個月後 就沒再通過床 這孩子是我的 你高興什麼 你這樣會害死我的你知道嗎 好 不說 霍老師啊 咱們看門線上的說 前幾天有一個人來找你 說你在幼兒園 之前的幼兒園出了點事 我這心裡就犯嘀咕 給你們之前那幼兒園的園長 王園長打了個電話 了解了一下你辭職的原因 園長 我能問一下 我那個同事姓張嗎 不是不是 他姓陳 他說他是你的未婚夫 可是他向我問你的電話號碼 我怕給你找麻煩 所以就沒有告訴他 我怕給你找麻煩 所以就沒有告訴他 陳定生 小植 你在哪兒 我現在在你幼兒園門口 等你下班 我們找個地方聊聊吧 我們已經分手了 拜託你不要再來打擾我的生活 小植小植 我們見一面好嗎 我現在就在你幼兒園門口 你和我媽之間有什麼誤會 總要說清楚才行啊 小植 你要是不出來 我就一直在這兒擋 我上輩子是不是欠你的 我三年的青春 就換來阿姨的屋子 我好不是條刀的故作 被你一句話就沒了 水里收送我求你了 你不要在這兒打擾我了 乖乖做你媽的乖兒子吧 小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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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早走了 我這是公用電話亭 唉 不要把你家拿去 這個人家來 我要和你家拿去 天爺 冷靜 你怎麼那麼過了 甚麼夢能 我去看這兒 你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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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這兒 一来就行了 来 换上 走吧 好 站好 动 上车吧 方便说呢 我今天自己开车了 你自己开车 你不是一直都不敢 开就开了 我已经跟他们说 让他们收工了 回家吧 在这儿我一分钟 都带不下去 收工了 这广告 一天得损失多大 你们觉得我赔不起吗 他说 刚刚的事情 不用说了 我误会了 你真的相信我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你也不会跟黄家文在一起 要不你也不会讲运我了 上车吧 冷静衣服 他说 你还没有 她说 你有没有 有意义 都不是 了 我 你都不知道 你还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用去上海了 为什么 克里斯被我请到了秦岛 这次人家可是力挺你啊 和咱们并肩作战 要知道 市场没有白吃的午餐 要看什么条件呢 别人我不知道 但是克里斯您应该了解 放心吧 好 不过我不去上海这件事 先别跟别人说 主要是别告诉秦英素吧 知道就行 还问 我这儿有点事 先不说了啊 博尔 博尔 上镜 好 谢谢 姜欢 姜欢 你笑什么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照片 发到朋友圈里边 现在全公司我的朋友们 都看到了 你还知道丢人 你什么意思 昨天那件事情 还没有解决 你哥儿跟你嫂子道歉 你道歉 我删除了照片 我又没错 我凭什么道歉 算了算了 博尔也不是有意的 是吧 博尔 秦英苏你少给我装好人 昨天我朋友可是亲眼看见 你跟一男的进出酒店 我告诉我哥有错吗 黄佳文是我的经纪人 我跟他一起出去应酬很正常 而且有很多人的 只是拍到了我们俩 经纪人就得勾件大背啊 那我喝多了 他服务一下不行吗 姜村 你快看看 博尔是真的误会了 不 我昨天刚刚学会 怎么用这个软件 我准备把你的照片 做成表情包 一起发出去 那样你就火了 你威胁我 你说是就是了 反正你道歉 我删除照片 好 哎呀 行了 行了 哥 我道歉 我以后再也不管 你跟我嫂子的事了 行了吧 不行 道歉 要讲究态度 要真心诚意地道歉 再来一次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把照片删了吧 要发出去 不玩还怎么不忍了 算了算了啊 好了 你嫂子大声不计想不过 算你走劣 我今天去上海 今后不许再搞事 否则我跟你不愿了 明白吗 嗯 赶紧吃饭 赶紧吃饭 别生气了 喂 姐 桌上的机票看见了吗 我看到了 这 这是 知道你刚丢了工作 心情肯定不好 给你订了机票和酒店 让你出去好好玩玩 还是算了 这事啊 你就得听我的 出去玩两天 然后回来好好工作 整个人都会不一样的 好吧 谢谢姐 好好玩 好 老婆 老婆 你哥呢 去上海出差两天 咱们俩趁这个机会 好好谈谈 我跟你有什么可谈的 别以为我跟你道了歉 你就蹬鼻子胜利 波儿 你之前跟踪我 我心里也很生气啊 不过我还是想趁这个机会 咱们俩能和平相处 和平相处啊 嗯 想的呗 好 秦英素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你道歉呢 是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也不要以为 我就真的可以接受你了 你也别那么早下结论 这样吧 我这两天去我妈那儿住 你呢 好好想想 毕竟咱们俩来日方长 不能总这样 算计来算计去 你说是吧 马杰 哎 帮我收拾一下东西 我要出去住两天 哦 好的 英素 这个你带着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安医生给你开的 补充孕前营养药 说配合中药吃呢 会促进怀疑几率 哦 知道了给我吧 嗯 记着吃哦 嗯 你这样容易导致胎儿畸形 你知道吗 你也太不负责任了 你如果想让孩子正常发育 就需要安胎 那现在胎儿怎么样啊 目前看来不太稳定 上次我给你开的安胎药 你记得按时吃啊 我们赶着办登机盘呢 能不能快点啊 第一次坐飞机啊 对不起 对不起啊 第一次坐 很快 你看 谢谢啊 来 这位女士 旅途愉快 谢谢啊 安全在前面 好 你好 还有两个小时 过问吧 你别坐像以前那样啊 哎 哎 哎 放心吧 交涉啊 特别丰富 绝对不会出现上次的 最好是这样 哎对了 我这次呢 带来了对方的合作班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 好好得再准备一下 要找出机会 你把我给你写了 …… 怎么打过来 我今天把你写上 你和你剩下 Gloves 都给我用一个 一条一条 后一个女孩 我今天能把你积言 回来 其实有时 其实相爱很短 其实有时想出更难 我和你微信的坦然 反面看却也心酸 你又没有像我一样 我猜你也舍不得放我 落叶离开北风以后 也别太伤感太悲观 相信爱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爱来交换 谢谢这寂寞孤单 谢谢让我们成长 不算伤 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 笑得灿烂 哭得夸张 你是答应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Oh yeah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爱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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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蹿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